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曹操 曹操喜欢人妻 是众所周知的 当年晚成张秀刚投降 曹操就把人家婶婶睡了 结果张秀火了 反了 曹操折了猛将点围 大儿子曹王 侄儿曹安民 后来袁绍死了 曹操攻入冀州后 火急火撩的就去找袁熙的老婆争命 可惜等曹操进入大院 他儿子曹丕早已经把真姬据为己有了 曹操又不好意思跟儿子争 所以就只好皮笑 肉不笑地说 争我儿父矣 违困吟不时 关羽看上了秦一路的老婆 请求曹操攻进城后 赏赐给他 曹操答应了 结果进了城以后 曹操看上了秦一路的老婆的美貌 开始装糊涂 关羽也不好发作 第五位 隋阳帝 隋阳帝阳广在其父皇阳间暴崩的荡夜 急逼迎他父皇的爱妃宣华夫人 同样 其父皇阳间的另一位爱妃荣华夫人 也被他逼迎 阳广即位以后 更是无所顾忌 为所欲为 极尽享恶 正史称杨广荒淫无道 给他的嗜好是杨帝 有关杨广 字意淫乐的记载 鉴于唐吴明氏的尼楼记和唐延诗古的大业十一记 第四名 朱熹 朱熹 宋朝著名的理学家 思想家 哲学家 教育家 诗人 敏学派的代表人物 荣学籍大成者 世尊称为朱子 可是朱熹本人的所作所为 很让人所不齿 他不但霸占别人财产 发掘别人家的坟墓 来葬自己的母亲 还引诱两个尼姑做自己的小妾 跟已经死了丈夫的大儿媳通奸 使大儿媳运 第三名 刘勇 刘勇是两宋著名词人之一 他善于填词 而且精通音乐 功于音律 走歌迹乐功 合作的道路 在两宋文坛上影响甚大 留下了两百首词作 据说平日生性风流的刘勇 出殡时 东京满城 冥记都来了 半城稿素 一片哀声 第二名 司马炎 司马炎可以说是古代最好色皇帝 好色到什么程度呢 他曾经一次就在官员和士族家庭中 挑选了五千名美女进宫 后来吴国灭亡后 又把吴国五千多美女纳入后宫 司马炎的后宫足有一万多人 坐拥加力上万 司马炎每日最头疼的就是 到底林姓哪个妃子 最后他想出一个好办法 就是洋车旺姓 他每日坐在洋车上 洋车在宫中随便走 停在哪里 他就林姓哪个妃子 第一名 纪小兰 大家对纪小兰的了解 大都来源于电视剧 在电视剧中 纪小兰仪表堂堂 风趣幽默 风度翩翩 经常整得和声哭笑不得 但是历史上真实的纪小兰 却是十分好色的 在《崇明漫录》中记载 纪文达 宫日欲数语 五谷如潮一次 归欲一次 五肩一次 薄木一次 林沃一次 不可缺者 再比如在七霞阁野城中 曾经记载 纪小兰自幼 天赋异禀 能够夜间事物 而且非常好色 最夸张的记载 是说他 一日不遇女 则肌肤遇猎 这般饥渴程度 绝对可以秒杀 前面的五位 稳坐历史上 罪色 凝人的头 把交椅